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度过这个端午好时节 你看作为同行都是演员 能够在这么重大的一个端午晚会上相遇 真是一份特别的缘分 对 特别不容易 因为我们在台下其实挺少相见的 那么我想采访你一下 那么你对端午的记忆都是些什么呢 等会儿 等会儿 万倩 不好意思啊 天瑜 你怎么自己上来了 对啊 不好意思啊 万倩 失礼了 因为他呢 他老想抢主持人的活 然后采访呢 主持呢又不到位 你有些问题问的就是我不在旁边就露泄 你上了人万倩 刚一来你就问啊 你记忆中的端午什么样 这么问得体吗 那你专业的问法怎么问 你得这么问 这个端午有什么特殊的记忆吗 这不一回事啊 我小时候呢 就是我们家乡端午其实有一个小童谣 就是五月五过端阳 吃粽子 挂香囊 对 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吃的那个粽子 我最喜欢的就是碱水白粽 然后蘸白糖 也是甜的 是吧 鸡蛋吃吗 鸡蛋会吃 但是它不是一个必备的 对 明白了 但是我们会吃绿豆糕啊 然后身上会点熊黄啊 对 就是避邪避灾 看明白了吗 天瑜老师 这叫采访 哦 那个你刚才也看了我们两个在一起 这个赛龙舟 你觉得谁的表现比较好 那停 你能那么问吗 你让我们嘉宾多为难 场上就这俩嘉宾 你问人家谁表现得好 那专业的提问应该是什么呀 你得这么问 万倩 就是刚才这个赛龙舟的环节 这个互动 我和天瑜 我们两个人的表现 你觉得谁更刺 我觉得二位呢 都是特别优秀的主持人 我们应该是一个合作的场 因为龙舟一个人你也玩不成啊 没错 得有人打鼓 有人划船 是不是 对 滴水不漏 那接下来的环节当中 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和田瑜 一个是和我 你更想和谁合作 要不您二位来 咱们还是把舞台留给万倩 咱俩走吧 好不好 实际一点是吧 好 那万倩今天来到我们 端午好时节的现场 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表演 给大家带来一首歌 歌名叫晚风 也是一个非常温馨 很温暖的歌 我觉得挺适合端午节的 好 来吧 请欣赏万倩给大家带来的 精彩表演 欢风吹来多少美梦 吹来多少轻松 吹走无数影桃 迎着风 静看水影朦胧 遥望无情星空 忘掉那些 我不曾 湖面上闪烁的点点流影 夜空中点点的星 那些花香树影 岁月色染成透明 欢风轻轻飘荡 随我引波竹廊 那幻常都更幻常幻想 更幻想就像 你还在身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河水中鱼儿在缓缓游动 潺溯在谁的身影 直到天色未明 都消失得无影踪 欢风轻轻飘荡 心事都不去想 那时我也不失望惆怅 也不惆怅 都在风中飞扬 欢风轻轻飘荡 随我引波竹廊 那幻常都更幻常幻想 更幻想就像 你还在身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